以前刚刚入行的时候 经常都跟自己说 我要看得越多公司越好 好像健健都是宝藏 我要画出来看 反过来不行才放下 但现在发觉我们两个做法都是 其实我们不是看很多间公司 我们经常觉得市场里面 比如香港上市公司过千间 实际上真的值得去研究 深入去看 其实可能都是一百几十间 所以我们其实现在看的东西很聚焦 我们很聚焦一些很好的公司 好的公司的定义是什么呢 首先行业一定要持续增长 另外管理层我们会信得过 因为某程度上 客人交钱给我们信得过的经营经理 我们也将资金交托给我们 信得过的管理层身上 这个管理是很重要的 另外第三个我们也会看的就是 可能估值 刚才Derek也看过 究竟我们用什么估值的方法去看公司 还有第四个东西就是 好 欢迎收看三一辑自负解码 这次又是我主持人Derek 又有我拍的Alex 萧公子 萧小涛 我们请了这次人比较多 请了两位 两位 最远的坐在旁边的 Larry 吴龙泉 另外坐在的Michael 简志杰 他们都是中原博立的 资产管理的主持人 最近为何找他出来呢 其实他出了一本新书 叫做《瞄准新世代增长股》 我知道两个介绍 这两个其实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十几年前开始跟着他们 看下Deep Kogger 也就是浩鲁 和 Larry 都是所谓的 第一代KOL KOL 和金融 和他是一个价值投资的Believer 价值投资 其实特别这个时候 这一两年大家都觉得 会取笑一些价值投资者 全部看下的东西全部落后了 这些东西 已经很out了 个个看完趋势 科网股 其实这个时候 他们出了一本新书 其实要再一次为价值投资派 再一次来说 还有他说到一个 很多很有趣的东西 叫做增长股 其实在这个时候 或者你们轮流 谁来说说 究竟为何价值投资 在这个时候 还有市场 还是一个很成功的投资方法 好 我先说些 其实价值投资本身 就不是以往只是focus 价值这两个字 其实价值本身 就算以前巴菲特 或者其他一些 专业看价值投资的 一些知名投资者也好 其实他们选择的股票 来看 其实他们都会 想着这间公司会成长的 因为如果他选择一个 长线投资这间公司 如果是没有成长的话 其实都不是一个好的投资 因为这间公司 如果长线来说 好像巴菲特那样说 其实短线是投票机器 长线是一个榜的 所以他价值公司 其实越来越大的时候 他的股价才会越来越高 但是他以前 会比较emphasize 是在合理价 买一间好的公司 好管理层 优质的公司 但其实他 背后 其实都需要这间公司 是会成长 但是他成长的元素 未必是摆得那么重 未必是很高 每年很高增长的成长 其实他也有成长 但是最近来说 就因为市场 因为便宜钱泛滥 尤其是在今年疫情关系 就是美国就开始无限QE 就是每个国家都在 QE和低息环境 便宜钱太多 因为你的利息 去到那么低的时候 那些钱 有钱那么多的时候 他们会追求一些 比较高增长的股票 所以that's why 就是为什么高增长股票 是受到追捧的原因 嗯 我想Michael也说了大部分 我补充一点就是 我想现在 就是今时今日的价值 我想不是传统 我们讲的那些看法 就是是不是一间公司 跌得很便宜 就才叫有价值呢 那我们的看法就是 其实真的要审视 一个行业的发展 或者管理层的质素 所以我们融入在本书里面 我们都用了很多case 希望深入钱出去说 其实看一间公司 我们用什么角度去看 还有我们其实看的东西 都很长期 很长远 其实我觉得市场 都慢慢的生态都改变了 因为大家以前可能很着重 今年的PE是多少 但现在很多时候 我们投入一些生物医药的公司 大家在看的 没有PE 是没有PE 但是在看五年十年 出来的 未来的一些新的药 会是怎样带来多少的收益 那大家 我们都在市场是更加长线的 是的 Alex 你们有什么问题 想问一下 我真的拜读过两位 会这么输 谢谢 所以变了就是 其实你们开场的时候 已经讲了一个新的定义 增长的概念和以前价值投资的概念 是有点不同的 正如投资家Larry所说的 有些PE都已经没法计算 这就是学了美国 因为美国NASDAQ上市 你不用利润的 增长就是增长 问题就是 将这个新的模式 套用回我们的市场里面 就是 新旧銜接怎么办 这个要拿命 为什么 因为有很多投资者 可能已经以前买下股票了 现在换马还是不换马 改不改策略呢 就可能两位要给一些意见 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用新的增长股的概念 是不需要利润的 我未必会计算 但是潜在那个增长的价值 你会看 用望远镜看价值 如果你看将来的潜在增长价值 如何可以涵接到 我们已经这么多人 投资了股票市场里面的策略呢 可以怎么办这件事 不如再加两个实质的鼓励 实质的例子 譬如好像汇丰 现在新鲜语乃的蚂蚁家 这两个 可不可以从你们书的概念里面 这样去分析一下呢 对吧 Alex和Derek给一些很棘手的问题 这个是很高要求的 是的 真的很高要求 非常有质素的问题 我想这个 或者可以多说一点 其实Alex有一点很有趣 就是这个咸摺是怎样呢 其实有时 我们经常跟投资者说 其实你想回头 当年可能大家不觉不觉都不记得了 其实天星小龙也曾经是恒生指数成分股 是的 主角 主角 交通股 交通股 学态也是 学态 其实想说一点就是 为什么会有一个变化 其实恒生指数里面的成员都会改变呢 其实时代是会改变的 但是今时今日的时代也都改变 尤其疫情之后呢 其实我们会见到 现在我想不是说 纯粹是年轻人一定是用网络的 其实你看到譬如HKTV Mall 有时我走过 我都说那天我和太太经过 在楼下平时某一个时间 一部车来送货 今天再去看呢 两三部车 逆时强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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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同年龄层的人 其实现在科技融入生活的领域 其实越来越多 所以这一件事都真的很见到一个变化 另外Derek他说到一个 比如蚂蚁和传东银行的比较 其实这个也是正常我们经常去说 为什么一定要跟着时代那边 因为今时今日大家不是说 以前的户城河比银行来说 就是分行的网络很重要 我观塘区有一间 我荣湾区有一间 我才可以收入到最多客人 但今时今日大家发觉 其实我有多可去银行呢 即是网上的 对 或者蚂蚁就是在做这些东西 其实支付是可以网上去做 买基金也可以网上去做 保险也可以网上去做 这个就是最难的差别 另外再补充一点 其实传统股票 其实又不是传统股票 我们完全是不会看的 因为反而如果传统股票做得好的时候 即即即是直阳的行业 其实都会有一些很 outstanding的增长股 举个例子 譬如我们一直都很喜欢的 在汽车经销那里 因为汽车 如果你看看中国的汽车 那个销售 其实在过去两年是下跌 下跌 所以 为什麽隔离等等 那些股价或者业绩 其实都比较差 但我们还要focus 再在一个细分那里 其实豪华车 外国的短牌车 其实卖得很好 然后我们就会focus 看看有些什麽经销商 经销商都不少 但我们都是选了两间 一旦是中升 一旦是美东 中升就是赢人规模 赢人规模和经营都可以的 美东就虽然少 但他的营运是非常精细做得 他就是一个策略 就是很多次数字化 因为老闆本身都是在IT公司出身 很多次数字化 他看清楚每一个地区 究竟这个地区的demographic data 是不是值得开一间店 那些地区 他说的是三至五成城市 不是一二城市 和那些大的经销商商 那些地区不是未有店 但是慢慢 因为看到他慢慢富起来 可以afford得到 有些人 可以afford到一些豪华车 所以他就开店 他是单乘单店的策略 和Dina很好的关系 亦都是做到生意 另一件事 他经营很细致 就是控制传货 他总之传货 就是一个cost 就是控制传货很好 这个对比其他的一些 老牌经营者 是做得非常之好 这个inventary data 就是十几天 其实是很低的 在这些地区的行业 其实是很低的 譬如我们最近 也有一间另一个行业 航运 航运 航运周期性很厉害 想到什么中远 都不想投资了 但是航运 我们也投资了一间 帮客户 就是叫做海峰1308 其实也是在这个行业 那里做得很好 专门做亚洲中国等等的航线 还有他做了一个多线多贫 的一些小船的服务 因为就了亚洲的经济起飞 在疫情之后 亚洲的货运 其实货运 都很好 那么他明显地也做得 out sending 今天好像从贺定 以后公布的头三个月 真的非常之好 哇 这也是符合你们的投资 那个意念 为什麽呢 即使是传统 我不是说直扬 即使是传统行业 如果跟得上 潮流的转变 技术的转变 它依然是有价值可以发挥出来的 所以你说的价值 就不是以前说的PE 计算的价值 就像你所说的 你用望远镜体 用显微镜体 就是如果它跟得上科技转变 跟得上市场转变 这个才是有价值的 对你们来说 是否这样 我们非常认同 Alex提到一点 我们想和市场去说 就是 经常说护城河这个转变 我们分享了很多次 即传统经常说护城河是什麽呢 例如以前PNG 要买货去消息市场 那货加上去护城河 其实我和Alex 他特别的手机 我们都给不了 但是今天 这个护城河就不再存在了 其实我和Alex 我们在网上推过自己的品牌 那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传统的护城河 已经不存在 所以我们经常和投资者说 我们要分清楚 哪些护城河的价值 已经在处备 哪些价值 哪些价值 还有我们经常觉得 我们觉得最好的公司 的护城河是什麽呢 就是一个不断的构建 一直在创造新的元素出来 就算好像 刚才所说的 传统行业 我们可否在传统行业 做得精细一点 做得好一点 那这些我们真的叫做真正的护城河 对 而且破坏了护城河 其实有 可以另外一些公司 建立护城河 比如刚才说的例子 就是网上可以去销售 那网上销售 现在后面遇到的问题 大家都在电商 淘宝 但是就越来越多中小的 其他发觉 都很难在那里 即是outstanding出来 因为太多竞争者 所以就又牵涉了 去中间法 所以我们 本身一路也有说 一家叫中国有战 就是好像 美国的Shopify 其实就是这些例子 另外他们又创立了 另外一个湖城河出来 真的好像 Brandall and Graham 你的《价值投资秘祖》 听你这样说 好像是 《价值投资秘祖》 总之旧的经济里面 都有些价值 找出来去做 说回 例如 当然你们全身去做 你全时间去做 作为一个散户投资者 其实怎样可以找到 这些资讯 怎样去做 好像你们 委托你们去管理你的基金 就是最好 但是如果作为一个 小钱 不是那么多钱 还未入到阿本的时候 那几天平静 怎样做呢 怎样建立所谓 对于一个价值的投资的观念 由哪里开始 好 其实主要 就算我们作为一个管理 或者是一个小投资也好 或者是一个小投资也好 因为我们都经历过最小投资的阶段 其实最重要就是 努力勤力不可少 其实多阅读 看我们的节目 看到这些书 看到这些篇窗 对 看到这些书 最重要是自己吸收 但是最重要的是 每个人 可以巴菲地说 在能力圈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力圈 即是有些能力圈 在这个范畴也好 在能力圈 在这个范畴也好 但最重要是知道 认识自己的能力圈 然后在那个能力圈 再观察 找到一个机会 然后再深入了解 因为今来 譬如我本身也投资了25年 好像你不是本科读finance 是的 我本科读finance 但是读书的时候 从来没有教过丑股票 是吗 没有教过投资 我全是自学的 原来都没有什么分别 所以 所以 所以我们要多一点去看 多一点深入去了解 然后才可以 因为最重要是 玩了这么久 就是投资了这么久 其实买一只好的股票 一边看着去观察 一边认同去继续成长 继续成长的空间 拿着去 中间不要再走来走去 譬如腾讯 如果有很多人 其实中间走来走去 现在都没有腾讯 其实腾讯 十年前差到现在是最好的 但中间你当然要观察 这间公司继续 有一个领导地位 如果那间公司不行 那就要沽下去 所以这个就是 我想我们的 现在投资的中心思想 这个纪律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Larry呢 如何建立投资的理念 其实也有趣 因为Larry说的 其实我正式的时候 我不是本科讨金融的 我以前是英国文学出身 我也是 文青 文青 所以 喜欢写东西 和Michael很早期 我们叫做第一代的Blogger 但也很幸运 因为不绕业之后 第一份工 我就入了韦利基金 就是Medial Partners 由分析员开始做的 我觉得其实 所以我可以代表到大部分人 因为每个就不是读金融 但其实有时就是一种兴趣 就是Michael所说的 我自己就是以前很喜欢 打烂砂盘 文族的 有时我常说 搭车我又跟司机叔叔 又聊聊天 有时去到吃饭 跟司英姐姐 我又会问 生意最近怎样 疫情是怎样 桌子现在怎样 有时很多东西 就是生活上的细节 找回来 例如我们有些例子 例如我们很喜欢的 可能是移海 其实他帮海仔拌 做火锅湯底 其实都是我们真的 回个代理打火鍋 就是亲身感受到 那种排队的痛厂 明明好像设定了位 为何都要等两三个小时 然后你知道 原来人家 为何可以做得这么好 我们会问一下 为何是这样 而且不是一间分店 一间 两间 三间 一百间 都是做到这样的公务质量 其实它背后的文化是什么 其实这些就是 我们在生活上的细节 那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投资机会出来 而且还有 接着是进军自加尔夫 对 自加尔夫 对 自加尔夫 对 自加尔夫 才能感受到那种项目的 太厉害了 Alex 还有什么问题 所以你们的纪录很严明 很明显 跟北非特的说法 完全是相同的 你亲自来看 我经常说这个 你自己来看看 跟生活有关的事情 那就是那个纪录问题 你看到你的股票 你认定它是增长股 就好像所说 但是望远镜望的十年后 发生了什么事 你真是就差十年 的而且它跟很多散户 招循无所的心态 是很不同的 所以大部分散户赚不到钱 当然是和纪录有关 那问题就回来 这次例如疫情也好 症情也好 也有影响都相当深重的 你说就算不停地 印银子派遣线 有很多老牌子 忽然间消失了 那情况下 你们又如何继续维持这个纪录 给大家有信心 去继续持这些 你认为长线有增长机会的股票 这个就是很考心理的 心脏弱也受不了 那你有什么意见给大家 才面对这些反复的释放 我想近年大家都看到 世界变化是很快的 这个是确实来的 老实说 其实投资难度是高了 这个是绝对 我想大家都会认同的 所以我想正如我们两个人 都有说过 其实不断是要看着公司的变化 你不能够说 十年前这个品牌很强 是否十年后也是呢 我们看到在疫情下 其实很多很大型的公司 都面对一个很大的危险 甚至可能说行业 刚刚看到 已经输出了 其实行业 可能当时大家会想 巴菲特曾经买过行业 因为他觉得 其实竞争已经少了很多 因为只剩下了几个企业 但是他也想不到疫情的出现 他也斩了 他也斩了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好像巴菲特那样长时间的投资者 如果他一旦认定行业 是发生了巨变的 上面好像现在旅游 其实大家都说不定 究竟何时才能够回 他也会决定 如果投资逻辑改变了 我们也要赞 所以我们也是这样的 我们看公司也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投资逻辑没变 公司的执行力没变 我们当然很容易长期去持续 但是如果行业发生得越多 包括我们自己也意识不到的变化 我们到时也要做一个决定 另外说到时间点那里 其实我们也希望买一间公司 可以放很久很久 希望放十年 但是中间来说 暂时我们不会觉得 任何公司 十年之后一定生存 就是说Facebook 十年之后 是不是Facebook 我不敢说 就是当年假好 是的 这变化得更加比当年更快 所以我们暂时希望摆强 但是都会想着 起码未来三至五年都可以 有很好的增长空间 有很好的优势 尤其是买入 但是买完之后 都要不断 不断做功课 你们也要看一间公司 有几个就算不赚钱 你也要看现金流 operating income 还有盈利 增长概念 其实你有没有客观的数字 我们来计算数 标准 标准 有什么公司 其实你们每天都好像不断 你们手上看的股票有多少只 譬如我订了50只 然后我就不断筛选 这个不行 就踢出去 其实你有没有什么客观的标准 能够做 就不是你们怎么处理 我先讲讲 我曾经有写过文章去分享 以前刚刚入行的时候 经常都跟自己说 我要看得越多公司越好 好像 每件都是宝藏 我要画出来看 反过来 不行才放下 但是现在发觉 我们两个做法 其实我们不是看很多间公司 我们经常觉得 市场里面 比如香港上市公司 就是过千间 实际上真的值得去研究 深入去看 其实可能都是一百几十间 所以我们现在看的东西是很聚焦的 我们很聚焦一些很好的公司 好的公司的定义是什么 首先行业一定要持续增长 另外管理层 我们会信得过 因为某程度上 客人交策给我们 信得过的经营经理 我们也是把资金交托给我们 信得过的管理层身上 这个管理层很重要 另外第三个我们也会看的 就是可能估值 刚才Derek也看了 究竟我们用什么估值的方法去看公司 第三个就是文化 企业文化 但是很重要 我们相信任何一间成功的公司 背后一定有一个 就是他很相信 很相信 有一个value 或是一个mission 那我们这些东西也很聚焦 至于确实 比如我们用什么方法 可能让Michael去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书中也有提到 我们用不同的方法去做 在书中也有提过 因为选增长的条件 包括管理层 也包括了中间来说文化等等 或者其实生意模式 看看生意模式 本身的模拟率 因为模拟率其实代表了 你这间公司的服务 或者产品的竞争优势 在哪里 也看回这间公司 有没有incentive skin 其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刚才说的 海底撈 移海 因为它的incentive skin 是做得很好 股地上是激励计划 激励计划那些员工 其实员工是什么 例如它会分ABC 然后C就淘汰 然后A就取消了 C的店铺等等 或者为什么它 无端端做开汤底 又可以做自家热火 或方便食物呢 其实就是因为 它有一个机理机制 如果你的员工 研究了一个产品 有食物出来 你可以own它 然后中间 你可以去标识 然后中间 如果这个产品 如果真的好买的时候 你就要先发 有投入感 有投入感 还有真金版 所以这些 其实我们都列了很多条件 都可以大家去参考 好 现在真的最后的时间 最真实就是 未来这几年 看远镜 看五年十年 你现在看 给你选 可否说给我们的观众 哪三样最重要的行业 你给你选择 我只是选择三样 哪三样行业 你会首选的呢 嗯 我想我们都是正如回书 这么说 我想这段时间 只要用枪指着我们的头 我们都是择三个答案 是的 一来是新经济类的公司 就是科网类型的公司 我们觉得尤其疫情后 这个转变是持续的 我们相信是一个持续的 另外两个 科网类里面有哪几间 你特别看好的 OK 我说了科网类 不如先说一下 我先说科网类 科网类里面 我们觉得 其实腾讯 或者阿里巴巴 其实依然都很优秀 真的没有估计 真的没有估计 其实很多朋友都会在想 就是觉得 腾讯上了市这么久 我也认识它 其实还有什么增长 其实不是的 因为这间公司 其实依然还是很有活力 你见腾讯 其实近年 投资了很多其他 可能中小型的公司 其实很多成为一个很成功的例子 譬如腾讯有投资Tesla 有投资东南亚做电商的C 亦都拼多多 配合 配合 美团 这些全部都是在整个体系里面 也收纠了很多东西 收纠了很多 所以我们觉得 其实科技融入生活这件事 我想大家都绝对不会怀疑 而我们在可见的将来 我们还是见到 就算甚至大型的公司 如果大家 譬如没有那么多时间 去选择那么多股票的话 其实你只是买大型的 龙头股 其实也继续有一个优势 至于消费和医疗 就交给Michael 除了新经济之外 就是我们 债消费和大医疗 消费主要是 有个品牌效应 而且自己本身在 行业里 凭经营做得很好 例如美东 中星等等 如果品牌的 例如海底楼 遗海等等 不同的 另外我们都会 调查物馆 因为物馆 中国物馆来说 跟香港物馆的分别 因为中国物馆 行一个包裹 主要就是 它不是香港物馆 就是收一个百分比 管理费 然后就经营 中国物馆是 赚到 如果它经营完之后 做了基本事之后 赚到它的钱 是会落袋的 因为香港来说 是会分给业主 中国来说 是公司落袋 所以它会做很多不同的 例如 一些服务 甚至它在屋院管理 去到社区管理 到现在再到城市管理 就是有人会 增值服务 增值服务 就是增值 就是会做很多东西 令到创造一些 新价值 新价值 即是管理也不应该有 但它本身创造价值 所以我们要包括在消费方面 在医疗方面 我们很着重一件事 就是创新 创新很重要 所以我们最好的 始终最好的 比较流畅 就是创新 就是一些叫CRO公司 譬如若名系这些公司 CRO CRO是什么 我都未听过 其实是叫做 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 即是外包 譬如以前 一间做药的公司 是需要自己去成立一个 研究团队 然后慢慢标个团队 然后做药出来 因为风险很大 很贵的 新药是几亿美金 很厉害 时间又长 是又长 也未必可以 所以 以这个Efficiency来说 如果有些机构 是做了 所以CRO 即是美国开始很成功之外 在中国亦都是 global 势力 所以你见药名生物 那些又入蓝筹 股价 也绝造越好 其实我们应该觉得 更有得好 另外一件事就是 创新药 也不像以前那些 因为以前 中国就focus 例如社药那些 都是做一些比较仿制 仿制药 但那些其实你见 今年的市场 也告诉你 其实它不是那么喜欢 focus 做仿制药的这些药品 是比如创新药 比如一些所谓的B股 即是未營利的新法股 股票 譬如我们在说 6160 八世神州 八世神州 或者信带 这些股票 另一个范畴 就是做医疗器械 医疗器械 即是做医疗器械 即是做医疗关节 做一些心反 即是做一些支架 等等不同的东西 因为这些 其实在中国那里 仍然是很大的 一个需求很大的 很大的质量 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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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有 人口老化 这些保健的医护器械 是的 还有国产替代 希望中国政府都希望 这些不要 控制成本 国产都能做到这个计划 便宜些 和多些人可以受惠 OK 这几个都是看回 以中国为最主要一个产业 多数都是中国 现在人们很流行说美股 你其实有没有投资在美股方面 OK Derry文 这个问题很合时 因为我们9月底 都正式可以投资美股 过去过 我和Michael 我们合作国立这个品牌 其实超过三年时间 之前我们一直都 暂时未能投资美股 9月底开始 我们都已经可以进冠美股 所以在美股那里 我们觉得 其实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市场 因为都多了很多投资的选择 是的 一来有一些个别的中概股 其实过往也在美股那边上市 我们当然会投资 另外我们都会在聚焦那边 找一些颠覆性创新的股市 譬如电动车 当然我们会说到Tesla 始终技术上 依然是领先其他对手 我们都会集中去 希望找到多些好的想法 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 一个咸接问题 因为一般投资者 他未必可以选择这么多股票 因为有限选择里面 先看行业 由顶数下来数龙头 如果不是局限香港 美股也可以选择 就是说价值投资和增长股的原则 这个很重要 最后一个 很多人经常买股票 或者我知道 现在股市开始说 久不久现在有些人 新入行 有些新人进行投资 新手 新手入行的时候 结果就招头难辣 其实很多人都说 我们看趋势 就应该找到快钱 你作为一个价值投资者的信念 其实有些什么 是否真的可以能够 好像你所说 你怎么可以经常由一万元 变成一百万 就是价值投资 在你这么多年的经验里面来说 是否真的可以操作到 能够令到你一个 财务自由的目标 我自己很相信这件事 我想我们两个 都是觉得价值投资 是中长期来说 千万大家不要看得太短 所以我们常常 有时我们都跟客人说 或者有时接受访问的时候 我们常常当投资好像跑马拉松 Michael是马拉松的好手 不是好手 是跑过 我想大家跑步就知道 如果你有跑马拉松 你不会说 一开始我已经爆到尽了 或者我希望在 头那几公里 我已经拿到很多成果 其实不会的 反而你在跑的过程里面 你原路看到很多不同的风景 你中间会得着很多 我们其实对投资 我们看待都是这样 当然你说 买一间公司的股票 你想不想它很快会上升 当然会上升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预期这件事会发生 我们觉得是要给时间 就是你印好的公司 比如腾讯那样 你都不会一天 由一上市两三天 就变成今时今日的市值 好公司都要成长 所以我们是很相信这件事 可能刚才David这个问题很有趣 就是我自己都是一个亲身的经历 因为我自己由不懂得投资 去到学投资 亦都有一不少的财富 我们慢慢去 如何建立出来 都是透过这一件事 去做出来 所以都是一个实证 然后我分享 主要 我想投资 都是很多不同的门牌 都是不同的方法 其实我们都觉得 每一个方法都会做得好成绩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譬如刚才Iris说 discipline 还有努力 努力 focus 聚焦 你一时要玩短线 一时要玩长线 其实如果你真的想着 长线我不喜欢短线 OK 但最重要的是短线 就是在短线那里练功 练到最好为止 譬如我们现在选择 长线是练功练到最好为止 总之你能够在那个范畴 focus去做好的话 其实都会有一个方法在 但是相对来说 就是对一个普通的投资者 或者是自己本身的家 或者是工作都很繁忙的时候 就是你要好 真的要好focus 做到 就是做到很好的在一个门牌那里 就未必真的有时间 相对来说 如果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想长线去买一些好的股票 就是会比较容易一些 相对容易一些 就是最简单 如果真的 我找不到一个 好像我们现在找到一些 大家都看不到的股票的时候 其实你买腾讯 买阿里巴巴 买龙头 买龙头 而且你观察它容易一些 就是很多报道 很多不同的 你选择Google 很多不同的消息 你知道这些公司 发生什么事 透明度也很高 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嗯 最后 Million dollar question 永远都是 永远都是问这个问题 就是 究竟其实你们追求 每年年到 就是给成绩表 你们追求一个回报率 其实是怎样为之合格呢 一年里面 嗯 这个问题太复杂了 打电话问朋友 哈哈哈哈哈哈 其实我想我们一直都和客户 或者市场 我们都希望做到 就是扣除所有的费用之后 是15%的正义药 是的 其实我们 因为我们觉得 按长夜去看 其实要做到这个数字 是绝对不容易的 是的 所以我们都一直很自力去做 这件事 亦都很拓赖 就是过去那几年 由我们一起去创立博立 这个问题开始 我们一直都做到这个成绩 15% 五年之后 又花一倍了 很棒啊 Michael 你觉得这个是否做得到 做得到 是的 原来我们的经验也是做得到 所以更加要focus 买好的股票 哇 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方法 是可以做到这件事 这个在对冲基金界里面 是上限 哈哈哈哈 两位专家说15% net 哇 厉害 过程之中是辛苦的 是辛苦的 是辛苦的 看很多不同的信息 是的 很需要记录和你的努力 这个是真 假如投资者最特别 好像巴菲特 每天都是 他看很多年报 看很多报告 很厉害 手不离书 他都是做的 我相信你们两个 都是希望日常被害的 巴菲特 在你身上 我们很多谢你今天上来分享 谢谢 我们期待再晚些 又去找你两位上来 再说一下 当下我们有什么投资机会 多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谢谢 拜拜 不如大家收看Size一辑的iBanker 见文乐 又是我们的iBanker 以前的iBanker Alex 没错 Alex 你上几集说了 我们最主要iBank 是帮助公司上市 保证上市 保证上市 说到有什么过程 其实 有些在过程中 如何露演的时候 上次就停了 逐个环节 有哪个人在 role play 所以就是我这些做磨心 这些 做ECM 这个资本市场 其实有很多时候 上次也说过 牌照03年之后 可以分了 大家清楚是什么 因为以前没有分 大家叫iBanker 就iBanker 不知道乱搞什么 后来分清楚 说清楚 例如六号牌的兄弟 就是专门做保证人 或者做financial advisor 顾问的 那边是专门帮人搞上市 就以卖方为主 总之我有一家上市公司 就卖出来给你了 但是我这些 就磨心了 因为我在中间一加六 我既要跟上市公司说 我要帮你卖个好价钱 应成他 对着买家 我们还磨心什么呢 就惨了 到底你买的 是否价钱 够不够便宜 所以你需要和一些人 来支持你 买你的股票 多数是机构投资者 散户零解 机构投资者 在策划上很重要 到底上市公司 他认为 心目中的价格 价格区间才算 他那个价格区间 拿出来的时候 对投资者的心理是如何 未必各个一样 这是有些巧妙 不是喝茶灌水 叫做卖到东西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最深刻的一次 就是对着一个做 郭子路夫基的公司 大家知道哪间 日本仔 大家知道哪间 他几乎当时是全世界最大的 以那个行业来计 是 问题是他没有什么增长 反横行的 是呀 是博彩 赚了鸡税 那么多 你怎么卖 所以有很多行家 头都大瞎 其实我那次见到 一个主席 那个日本人 我跟他说几句 他明白了什么事 就是捉住要我帮他卖 另一件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是只是从一个股票角度去看 这件事 是 我跟他说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就是我所懂得当时的基金经理 如果他是用行业来划分 他是有所谓博彩类的股票 是 他手头上必然会拿着一大堆风险很高的东西 你明白吗 没错 因为博彩业就是风险很高的 是 即使有牌照也好 你现金也好强 但风险可以很高的 好了 反过来 你对比这一件博彩 都是博彩来的东西 他是对冲了风险的 也就是说 是呀 他打横没有增长 近乎 他经常是习惯性消费 是呀 是鸡碎那么多 没有增长 但他一直有回报 有赌场就有得做 没错 所以你想想 如果我是基金经理 我就反过来跟你说 如果我是基金经理 为什么我不买这只 你买了这只股票之后 我对冲了风险 你没有了下降风险 是 反正全世界 没有更浪费 没有这么巨型的股票 让你对冲 是呀 所以你只要买了这只股票 你几乎对冲了 手头上都高风险的东西 你其他东西就变了准赚 所以这一件事 就提醒大家 即是做ECM 做销售 跟上次我们的行家也说了 Earnest 很多专门的东西 就不是一般的人可以明白 是 也不是吹水 喝茶 灌水可以叫做销售 有明白到底你的投资者 即所谓顾客的心理 那些就是另一个 基金经理要买你的那些 是呀 那些大机构去做 是呀 结果就OK 就搞定了 是吗 他就搞定了 因为当时很抱歉 是呀 币行 就是赌博类 不准备 哈哈 但是最近我们知道 那个老板发了答案 我们那些 有时 最近就是超级大型 可以开名 开名 好像买金服 大到非常 全新老板 有事以来 他需不需要做说服 听说来说 这些人要买家 自我做一个表演 也有 这些传闻是否真的 是真的 我不敢说完全真的 因为我经常说 dynamic的互动 到底哪里面大 所以选择投资者 其实也有的 不是全部同一个规模去做 正如上市 你上市公司 其实都会选择 例如你基石投资者 或是战略投资者 未上市 已经认了数 都会选择 所以 我不是有钱 可以做基石投资者 你对上市企业 有什么战略上的贡献 不就是钱 例如科技 市场协同效应 其他东西 不只是保价和航 那么简单 而是大家win-win 那一刻 他已经选择战略投资者 或是选择基石投资者 上市一起出街 所以这个所谓选择投资者 的动作 不只是买金服才做 但是做了有多紧 例如香港首富李生 但凡有项目出街 我们都一样做祸心 你两头都是契哥 我以后要拔投资者来见你 但对着李生 也要说投资者很想见他 两方面你要商量 但MASA 又有人去主动找他 那问题是你只会买贵 那些贵不会买错 那些东西 有很多时候 你要看看到底你卖的产品 到底是卖给谁 两边的供求是如何 心理呢 你一定要拿到一个平衡出来 尤其是在香港 香港里面 我知道 在做ECM 那些朋友 基本上 以前真的一天 三个大洲去美国 英国 亚洲 周围露演 但是现在疫情之下 现在是怎样做呢 现在是网上 网上 其实都是24小时 走不走 各个辛苦 因为以前 我试过打电话 给秘书 问我秘书 我现在在哪里 令教哥 好像你所说 坐飞机 肯定是多了 坐巴士 现在的情况 其实 你问我 工作量 其实没有少到 你唯一少了 没有时间 飞机休息 你对着电脑 做网上露演 其实和你做真人露演 压力一样 这么大 况且两人的控制 没有那么多 老实说 你空间没有那么多 因为镜头都对着你 这件事 你不能够松掌传指 你做不到 所以 你的网上露演 是另一个销售挑战 科技上 什么都处理了 美国其实先走很久 所以 有很多大规模的露演 你不能东岸西岸 在两边同时做 怎么做 你一定在网上做 只不过 现在科技再进步 就令大家再习惯了这件事 压力是如何 譬如销售客 如何处理 是不是iBank 经常说 二十四条工作 人都瘋 怎么做 是季节性的 你不是每个月都是这样的 哈哈 就是给我们看 吊脚头气 的确实是季节性的 不是每个月都是这样的 的确实是 入得iBank 是预了不睡觉 是很正常的事情 哇 超人的身体 那你要习惯 所以保持良好的 运动 体态 肯定要保持这件事 所以为什么 就是说 你一定要跟着市场节奏 是跟着市场节奏 其实买卖双方 你走不走 这件事 其实IPO的季节 现在来香港差不多 应该上了蚂蚁 或者中概股之后 成为全世界集资最高的地方 其实是长做长有的 这个 龟织性 长做长有永远都是 龟织性的影响是大了 什么呢 因为上市规矩相当多 例如业绩公布时间 上市招股书截算的数据时间 全部有限定 是保险期的 所以我们看市场空间 走不走 即使疫情影响 你永远是第二和第四季最旺 走不走 很简单 所以即使在网上做销售 网上露燕 其实大家都是看着那段时间 否则的话 大家在等其他上市公司 远组业绩 不得人理你 所以这个季节性很明显 即使转了网上 也不会太大改变 大家认透新股 最好第二、第四季 里面是存好钱 通常最美的 不好意思 最美的 是会选择这些时间出门的 大家留意一下 很多谢你 谈谈IPO里面的生态 我们下一集再谈谈 另一件事 很想知道 做iBanker有什么 怎样进行行 有什么潜规则 下一集我们再谈谈 谢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字幕请在讨论